石医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医生的身份 他说医生在疾病面前不是万能的 我希望医患之间能够达成理解 医者尽职 患者信任 我们共同努力 就像刚才杨老师说 没有人能够保证一辈子不足以自医疗事故 打击一闹 会不会就把医院的有一些的责任就给掩盖了 那如果要是发生这种医疗纠纷的话 患者家属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来更好地去解决问题 然后避免这种纠纷的发生 我们选这油炸干辣椒 这位网友的视频提问 其实也是相当于 跟我们嘉宾进行了一个提问 是 其实他谈到了 问题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医闹被严打了 但是他的前提就是说 不能把院方 如果有一些医疗责任是院方的话 是不是给他掩盖掉了 是 你看我这个大屏上也有 我这个屏幕上也有 好是吗 来看一下 患者在问 也有咱们观众在问 这个问题也很有趣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 看看你的大屏 这个作为患者我很关心 遇到医疗纠纷 有什么渠道能很好调解 患者的维权渠道怎么找 有具体怎么取证 春暖花开这位网友的提问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从这个问题 他这个问的问题的方式当中 我们就恰恰感受到了 现在医患之间 是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谈到是维权 那么实际上就看到很多患者 对医院是不信任的 但这里面我觉得有几点 我们要强调 医疗纠纷指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回到一个基本概念 有医疗事故了 才涉及到医院的赔偿问题 医疗事故是指的是 医务人员的主动过失 但现在我们很多人理解说 病人在医院出事了 死了 重伤了 那么就应该由医院来赔偿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因为医生不能够治愈每一个病人 那么也有很多 在医疗的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并发症的时候 是你医生无法提前判断 并且无法及时做出救治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如果患者 全是带着一种对抗的心态 我到那去看病 你必须给我治好 如果你治不好 你就是医疗责任 那这样的话 恐怕这个医患关系是好不了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要严打医闹 我觉得是因为理清了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医闹为什么能存在 因为并不是因为 那么多人要到医院去寻衅滋事 而是到医院寻衅滋事 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甚至能够养出一批职业一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医院怕闹 那么医院一旦被闹了 就愿意去西市林 拿出来赔钱 所以这一次卫生部 公安部 就是咱们卫纪委公安部的 这个联合发文 有一招是打在七寸上 是非常准的 就是只要有一闹 先不谈赔钱 先处理一闹 这样的一个办法 才能够让医患的矛盾 回到我们调节委员会的 这个正轨上来 我们再说一遍 不是没有机构 而是这个机构调节 它可能会让我们 很多人不相信 是因为调节委员会 连很多人也是医务人员 但是如果连这个调节委员会 你都不相信 那就真的什么人 你都不能相信 因为医疗是一个 高度专业的事情 在这个领域当中 如果说我们要在第三方 医疗责任鉴定当中 把所有的医生都排除 那这个医疗责任鉴定 根本就鉴定不出 任何专业的结论呢